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肖川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连跌一个礼拜之后 今天中午有一个比较像样的反弹 但是这个有没有机会继续再谈 这东西我们待会慢慢来跟大家做解说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盘 好不容易涨起来了 今天台北股市开小高之后震荡 然后从中涨之后就慢慢的一路走高 现在整个指数大上涨了300多点 涨了300多点 可是重点在哪里 就是说今天台北股市虽然涨起来了 可是你目前去预估这个收盘成交量 你现在看到的数字大概是在3500了 通常这数字我说都会在减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成交量 大概落在3300附近 好 你会发现台北股市正好是打到 季线位置区嘛 对不对 好 今天这个谈起来之后 刚刚我们说嘛 目前看起来好像差不多预计在3300了 可是昨天台北股市跌下来的时候 有接近3500 前面都有4000 4000 4000 3800 对不对 这边都有4300嘛 那今天台北股市谈起来没有量 那为什么会这样 那到底能不能继续再谈 我就这么讲了 其实今天没有量算正常了 因为今天礼拜二嘛 因为礼拜三啊 期末结算 好 结算呢 外资目前大致上 还有4万6千多口的空单 大家会想 哇 明天会不会又有空放压力 所以不感进去 对不对 好 那礼拜四的时候呢 又正好遇到辉达的财报公布嘛 那礼拜三盘后公布完 就等于是礼拜四 那到底财报公布之后 会怎么样 现在大家也在看 所以呢 台北股市今天没有量 算正常的 那问重点来了 可是今天台北股市里面 让你看到 哇 一个礼拜不涨 结果台北股市今天一涨 涨了300多点 对不对 那这一涨起来呢 到前三天啊 这些K线大概都快吃回来了 好 都快吃回来了 重点是 有没有机会继续再往上攻 对嘛 如果只涨一天那就不用追啦 有什么好追的 有机会继续再往上涨 要赶快去切入啦 那有没有机会往上涨 好 我今天测标就写了 我预计啦 比较明确的反弹 应该要等到礼拜四之后 所谓什么叫做明确的反弹 就是说台北股市 这个地方涨起来之后 它有没有机会 站回到月线之上 那如果说能够站回到月线之上 也就是说 它现在回到前面的轨迹部分嘛 对不对 那最起码你这个季线就不会破啦 是吧 所以我预计啦 应该还是要等到礼拜四之后 会比较有个比较明确的反弹 因为我昨天跟大家讲 这个礼拜的盘式重点就是在 灰达公布财报之后 它会决定整个市场的多空 那当然你看我今天的测标 我昨天也跟大家讲 我是比较倾向灰达会继续往上涨 那这东西我们待会慢慢来 跟大家做解说 那到底这个盘现在怎么去解读 我们仔细看 好不容易今天一根红棒出来 但是也没有办法化解说 整个市场比较没有信心的危机 其实我们先把灰达摆一边来看 我们就从整个国际股市本身的架构里面来看 你会发现到 这波美国股市 我们就跟大家讲 它都守稳月线 所以你这里也不能算是空头 科技股目前最起码 也没有说什么正式跌破月线 也没有 对不对 可是因为从川普当选之后 美股算是一枝独秀了 因为它的政策 我一直跟他讲 又损人利己 损人利己 所以对它比较有利 可是我们去看其他国家的股市 你会发现到 欧洲股市就是维持区间了 对不对 就在这种区间 也没有破线呢 日经指数最近也比较震荡 可是也没有让我们看到什么破前低 破线也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说台北股市你说 这个地方要破线 然后开始走空 老实讲我是觉得不太合理 不太合理 当然这个时间点 又面临到明天的期货结算 我们刚刚说外置空单 还有4万6千多口 所以大家会比较担心说 这里明天是不是又开始多空交战 这地方明天会不会开始又有卖压 好 各位我们来仔细看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我说每次看到外资空单 比较多的时候 到底会不会形成台股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卖样 会比较重的卖样 其实关键你是要看台积电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 以台积电的走势来看 这是ADR的走势 其实昨天台积电的ADR 已经反弹了差不多0.7% 反弹不多 但是最起码 这一波整个台积电的ADR 它是手稳在整个季线 对不对 没有继续跌 没有继续跌 好 所以你现在再回头来看 台积电ADR是接近季线位置区 线货的部位它是比较强一点 所以离季线还有一段距离 可是今天那边股市能够弹起来 台积电它做蛮大的工程 台积电涨20块 所以说涨20块大致上 也差不多是今天指数的一半而已 但是台积电最起码表态 对不对 而且台积电今天是量缩 因为明天还有期货的结算 所以今天先量缩 所以涨的并不多 可是你有沒有发现 台积电现在离月线 它并没有很远 是不是 所以台积电只要不跌 甚至于明天台积电这地方 不要说涨多少 涨个一档两档就好了 我跟你讲明天的期货结算 照理说空方就算有压力 空间也不会搭到哪里去 也不会搭到哪里 顶多多空交战难免 但是就算你有震荡 台积电只要涨 你台北股市也顶多在这里 你说要去破前低 前低多少 22503 算22500好了 台北股市目前 最起码你离前低 还差350几点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你说台北股市要破前低 刚刚我就说了 你看欧洲股市有破线有破前低吗 日经指数也没有 所以照理说台北股市 目前这个时间点的走势 它算正常 它算正常 那关键点是 有没有机会去占回到整个月线 如果能占回月线的话 就回到原来的轨迹了 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担心了 当然占回月线就是继续攻 还是走区间 这个后面我们再来说 但是我就说 从比拜四之后 照理说这个牌应该会有明确反弹 为什么 因为跟辉达有关 我们来仔细看 我们以辉达的走势来看 因为昨天 废半的走势反弹比较大 因为它之前比较偏弱势 但是我们从昨天整个半导体 相关的个股来看 几乎全部都红的 然后辉达跌 对 辉达跌1.2% 其他全部都红的 全部都红的 好 我们现在从辉达来看 因为辉达要公布财报了 所以这个市场可能 大家会在等 到底你财报公布出来 能不能符合市场的预期 我说嘛 你从台积电的营收就可以发现 台积电营收这么好 那都跟整个AI晶片有关 所以照理说 辉达的财报不可能不好 那是不是能够好到市场的预期 我说我不知道 但是呢 昨天稍微有点震荡 算合理啦 但是也没有爆量 也没有爆量 好 那再来呢 以辉达昨天跌下来之后 它有破前面这个低点 这个跳空缺口 这地方有跌破 这代表说 这个短度稍微有点遭到破坏 可是呢 辉达在跌的过程里面 昨天辉达跌1.2%嘛 可是呢 你其他的半导体产业 全部都在涨 全部都在涨 好 所以呢 可见呢 这是因为辉达财报快要公布了 所以市场可能会有点犹豫 稍微等待一下 可是我跟大家讲过 辉达的股价 只要不破前面这个低点 13 2.1% 老实讲 这个盘照理说 还不至于会形成空投 但是呢 接下来辉达公布财报之后 就很重要了 好 我们昨天有跟他说嘛 辉达这个礼拜啊 辉达会决定多空 如果说辉达 那我们这么讲 如果大家比较担心 是不是会利多出境 如果真的利多出境的话 辉达跌下来 他会来到差不多 接近前地位置去 如果说连辉达都不涨的话 我可以跟他讲 接下来你是要卖股票的 那月积最好的股票就叫辉达 那权重最重的也算是辉达 那因为你整个辉达的股价 它本身会影响到台积电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辉达公布财报之后 如果它是跌的 那我是建议各位 我们就先卖股票 就是这样 先卖再说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会受到影响 但是我昨天有跟他讲 我说我比较倾向于辉达 公布财报之后 还有机会再往上攻 因为我觉得营收不会太差 那到目前为止 它股价也没有让我们看到 什么走空的现象嘛 只是说昨天稍微没动一下嘛 对不对 稍微有破前面低点嘛 可是这个地方多头 也没有遭到破坏 而且重点在哪里 你去看 我为什么说 礼拜四之后 会比较有明确反弹 第一个当然回答很重要 你不能出现那种利多出境的走势 那如果说你只要有涨 涨多少再说 只要有涨 那接下来呢 你台积电也跌不下去嘛 甚至于台积电呢 在这礼拜后半周 有机会站上月线 好 那现在不是只有台积电 你再注意看 你看联发科 这些比较重量级的一些全职的个股 今天联发科的股价 它又占回到整个月线了 现在几乎已经占回到月线了 有没有 到这波走势里面来看 你记性没有破啊 然后再仔细看 跟AI相关的一些龙头的个股 你看华硕 华硕也没跌啊 它已经涨很多了 可是它没有跌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我们就从这三档来看 一个是台积电 一个是联发科 另外一个呢 是华硕 其实这三档个股都没有到 而且甚至于整理整理之后呢 联发科竟然震荡月线了 所以我说明天的期货结算 就算有多空交战 我是觉得空方月 到这个时间点了 应该也讨不到什么太大的便宜 所以台北股市明天就给它震荡一下 给它震荡一下 但是呢 只要辉达财报出来公布之后 没有什么利多出境的问题 台北股市 从礼拜四 礼拜五开始之后 就会开始震荡月线 OK 很简单 那当然这种盘 你会想说真的吗 没关系你慢慢看 没关系先慢慢看 我是预计如果说 这个盘它有机会 从礼拜四之后 出现一个比较明显反弹 那当然现在重点说 你会说到底要买什么股票 同志们我这么说 讲到这里 你还不知道买什么股票 如果这波的反弹 是跟辉达有关 那是由台积电往上带 你现在联发科又跌不下来 那当然这个反弹 当然还是以AI为主 你都跟你讲 因为这个市场 那个资金应该不至于说 一下明显爆出太大的量 但是它的资金 会集中在特定的个股 那这个特定的个股 一定都是跟AI有关 那AI的个股 你待会再来说 可是我必须要提醒各位 台北股市好不容易谈起来 那今天也让你看到 哇一些小股票开始涨停了 上市13加上柜17加 对不对 我还是要提醒你 你不要随便乱追 我记得我照了已经快一个月之前 我就跟各位讲 你要小心这边有一些小股票 我说有主力输货问题 对不对 好我们来仔细看 台北股市涨得不错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到目前为止 很多小股票跌翻天了 你看 化成 接近快12块 其实从今年6月份开始 就没有高点 然后股价在那边跟你高档 正常跌下来又反弹 你去追看看 然后一反弹 你看融资都慢慢 然后在反弹的过程里面 融资都慢慢增加 对不对 很多人在追啊 追小股票啊 追到现在为止 连10块都没有 你说嘛 你现在回头来看 是不是主力在出货 应该很清楚吧 如果到这个时间点 你还看不出来 我也没有办法啦 你再仔细看嘛 你看这些股票 21块多 你看那时候还攻涨停 攻涨停啊 让你去追啊 等你去追到高点之后呢 之后没有高点 有沒有 追高点从21块6 跌到现在为止 10块都不到啦 我问你嘛 你有没有发现到 有小股票真的是主力在出货 还看不出来吗 你看这些股票 有沒有 到现在为止 股价已经在创 差不多快 应该是算7月份 应该不止 6月份以来的低点 今天跌顶版 你看那个融资增加成什么样 这代表什么 你去追看看啊 追到现在为止 就是被出货了嘛 对不对 更何况最近这种盘势 指数在那边走区间震荡 那我之前又跟他讲 你每天那边去追涨停板 股价都已经涨到89%了 还市价去买 等你收到coaching都是涨停板 你要买就去买涨停板 可是问题是 你现在回头来看嘛 有多少档股票 是这样子 涨停板你去追 到现在为止 全部都在等解套 你看监翰也是一样 之前涨停板你去追 到现在为止 你都在等解套 你看啊 隆哲科也是一样 之前涨的时候 你去追到现在为止 全部等解套 很多股票都这样子 涨的时候你去追嘛 追到现在为止 你根本逃不到便宜啊 你看这些股票 当你涨的时候你去追嘛 到现在为止呢 看到有没有机会再谈上来 是不是就等吧 有没有很多个股都这样子啊 涨的时候你去追看看啊 一堆啊 真的一堆啊 涨的时候你去追啊 大家都每天涨停板啊 隔天股票都不见啊 然后再换啊 再换下一档嘛 你再换下一档嘛 一样啊 同样的状况啊 你去追涨停 结果呢 隔天就开始跌了啊 对不对 我举个例子来说嘛 昨天它被股市跌的时候 有的时候在跌的过程里面啊 有些股票它反而会稍微逆势 比方说像萊德 对不对 有的说这是属于那种什么 反指标的一档个股 你会发现啊 昨天涨停啊 今天又跌下来 你去追看看嘛 甚至于萊德的 子公司的一些个股 萊寶也是一样 昨天涨停今天又跌下来 对不对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 你每天看到的都是什么 啊这个涨停那个涨停 结果呢隔天股票又不一样 隔天再换其他的股票涨停满 结果呢 做了差不多快一个月之后 一堆股票套牢 当一堆股票套牢之后呢 我最近就看到一堆老师跟你讲啊 你看我那个什么AI股 你看我最强的AI股在我这 我说实话 你现在到底是参加分析师还是魔术师啊 你每天都有涨停满 每天股票都不一样 当股票套一堆之后呢 发现不对 哇这个盘是现在最强 应该是说 这差不多一个多月以来最强的 最稳定的 应该就是AI股 就现在大家都要跟你讲AI啊 对不对 可是你今天看我们的节目 我就跟他讲 你的资金只有那么一套 你不可能说这个涨停你也要 那个涨停你也要 很多时候你为了想要说 能不能多抓一档个股 能不能涨停涨停再涨停 对不对 可是你最起码你后面 大概停损个五档到十档 那结果到最后也没钱啊 一流股票套在上去啊 套在上面啊 对不对 可是我说我们不要浪费那个资金嘛 我们从9月底10月初 我就跟各位讲AI 当初我们的成本区在这里啊 那时候这些股票它不是小股票 它是有量的股票 不是那种小股本的股票 刚刚我也跟大家讲过啦 有多少那种小股本的股票 到现在为止真的是跌翻天啊 跌到这个时间你还看不出来 你被人家阻力出货 那我也没办法 你去买那种小股票你根本出不去啊 是不是 啊问题是你今天想要赚得多 你希望一定要买得多嘛 当然股价能够涨上去的话 这地方最起码你就赚得多啊 啊我们的做法不就这样吗 那时候的伪创位置趋在这里 这一段的过程里面真的是飙一段 你如果老师他最近拉回 拉回又怎么样 我们成本在这里啊 而且我那时候给大家看过过信啊 在拉高的过程里面 我又稍微获利调节啊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个股你要懂得 把你的成本压低嘛 好你再仔细看嘛 当我们那时候在讲AI的时候 没有人在讲 大家都是什么股票涨停满 那个股票涨停满 那个也涨停满 结果每天股票都不一样 可是呢我就跟他讲 你不需要这么做啊 你资金只有一套 你干嘛去那边每天追涨停 对不对 那有些个股有低档 你为什么不买 你为什么不买 当初的新唐是从84 85 86的时候 有低点我叫你进场去买 你说要涨停他自己会来啊 我成本够低 我们也不用追涨停啊 而且更不可能什么8% 9% 叫你试价买啊 对不对 所以一个波段起来 最起码差不多也快三成了嘛 而且我低档有买拉高有卖啊 你再仔细看嘛 当初的事情 当初我们来跟各位讲AI的时候 你不屑一顾啊 为什么 大头每天涨停吧 你看 你还在讲这些股票 对啊 我就讲这些啊 1955的时候叫你买啊 一个波段起来 你说有涨停啊 也不用追他嘛 到11月7号的时候这一段 上面我先调一半嘛 因为盘会震荡 可是我认为他多头没结束 我认为AI没有结束啊 可是我不能看到那个获利被咬掉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先卖一半嘛 你看有跌吗 拉回之后呢 今天还开始出量涨 我们的成本在这里 如果辉达公布财报之后 辉达是继续冲的话 我想有些股票还要继续涨 尤其他会去带AI啊 不是说去带小股票 我跟你讲 这种盘如果去涨小股票 这个盘你根本是月线站不稳啊 所以资金会特定去集中啊 所以当初我们带给你的方向 是正确的嘛 对不对 你看创业也是一样啊 当初低档的时候叫你买 也是标了一段起来啊 拉高我们稍微获利调节啊 我这几天都拿科学年你看啊 你说你资金小的 我说没有差嘛 那时候跟你讲音乐达啊 音乐达那时候是在四五七 你这个位置还没有发动耶 结果呢 有没有标一段 有标一段吧 那你会说老师音乐达拉回 拜托 音乐达那个时间点 在这里 11月6号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获利调啦 11月11号我们也开始获利调啊 所以这些股票我们都是低档有买 我拉高有卖啊 那你没有发现到 最近一堆老师跟你讲AI 我9月底个11月份的时候跟你讲 那个AI机会来了 AI机会来了 没人理 真的没人理啊 就大家都在那边每天涨停满啊 涨到现在为止呢 你涨停满了 变得一点满了 对啊 涨停满变得一点满了 不是这样吗 结果现在他们一堆老师跟你讲AI 我说你到底是参加分析师还是莫书师啊 怎么搞的什么股票你都有 你没有那么多资金 你真的没有那么多资金 而我们一直以来的操作都这样 这波整个台北股是从9月份开始涨了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去抓什么 低档轮动型的个股 一个波段起来有买有卖啊 这些个股也是一样啊 低档起来之后有买有卖啊 你说要涨停他自己会来啊 不用去追他啊 那时候华台也是一样嘛 那时候的重打也是一样嘛 我们成本都在这里啊 那时候低档买的上银也供一段啊 那时候低档买的什么敦泰 他也供一段啊 我成本都让你看嘛 当初跟你讲的华星光也是一样啊 后面也都飙一段啊 对不对 那些拿每天掌停满 老师拿不出抠讯给你看 结果你还要信 结果现在一堆股要套上面 怪神 你自己稍微思考一下 那接下来呢 台北股市现在怎么办 我们刚刚说嘛 今天反弹啊 但是真正的反弹 我预计啦 因为明天要齐活结算嘛 那我说礼拜四之后 灰达公布财报之后 我预计啊 这地方有机会开始站上月线了 那有机会站上月线 也代表说那是AI去带动 所以接下来的主角还是放在AI啊 可是问题是AI 有些个股已经涨一段了嘛 当初叫你低档嘛 你不要 我跟你讲啊 接下来啊 AI还会走轮动 所以呢 有一些啊 比较属于低位积的AI 目前这波的股价它还没有动 还没有动 可是你从周先生明年来看 你会发现到 它已经来到前面低档的位置去啊 那个底部已经浮现了 所以呢 有一些属于低阶的AI股 反而是在这个礼拜四之后啊 它开始要开始从低档走轮动型的个股 所以你要懂得及早先去卡位啦 不是说每次等到涨上去之后 你要来拼命去追 所以我是建议各位啊 从川普当选之后 后面你可能操作不要乱做 因为没有时间了 今天有一个紧急命令 川普说当选之后 那个上任之后紧急命令 去用军队去把那些什么 偷渡者全部抓出去 有得乱啊 我跟你讲真的有得乱啊 所以你还是稳稳当当地做 好不好 后面的股票在这个地方 那认同的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了 运达投雇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用最严谈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失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好 欢迎回到现场 台北股市先大涨 不过我刚刚有跟魏讲过 台北股市能不能有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反弹 能不能站回到月线之上 礼拜四之后才是重要的关键 因为这跟汇达的财报有关 那我是遇记了 汇达财报出来之后 应该还有机会再往上攻 所以这个盘 接下来要涨的 还是跟AI相关的个股有关 但是你也不用追了 还是一样去抓低阶的股票 好不好 不知道怎么做的 欢迎你跟着一起来 我让你富贵稳中求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小村元老师声明书 近来网路诈骗猖獗 盗用小村元老师照片及简介 收取不当之会费及开课费用 诈骗投资人 请投资人勿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 请拨打运达投顾公司电话确认 以免权益受损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神圣课 优优独立则 神圣证 主持人 神圣课 神圣语 神圣诙 神圣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